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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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在认识上,我们要平衡,我们要全面,今天我们就必须要从多出的经文把它分类,把它系统,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,我们不是说一出经文能够用在每一个地方。 最明显的,我们知道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,他也用圣经,他不是告诉耶稣,你如是神的儿子,你可以从垫顶上跳下去,因为神的使者要用手拖着你,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 那是圣经里面的一节,但是我们说这一节圣经,如果耶稣自己跳下去,我们知道耶稣用的那节圣经,不可试探主你的神,那就用对了。 如果你自己跳下去,我相信神不负责任,因为这是神保护你,在被害的时候,你能够得到天使的保护。 你自己跳下去,那是你自己制造苦难。 所以这节圣经用在什么时候啊? 我一直说,用在魔鬼把耶稣推下去,那这节圣经就用对了。 如果魔鬼把耶稣推下去,那当然,我相信神的使者一定负责。 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思,也不是耶稣自己要跳,那是魔鬼的陷害,神一定保护。 今天要呈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一样,魔鬼要陷害我们,我们一定保护。 你自己去找魔鬼,你叫神怎么保护你? 你自己跳下去,那是四条神。 所以耶稣用的又是另一节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懂得,今天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,但是确实它里面会在不同的情形下,我们需要用哪一方面的内容。 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怎么样,把圣经要综合,要分类,要得到一个系统的认识。 而这一个认识可以怎么样?平衡,可以全面。 今天如果有的人,他听见,这个神的使者会用手拖着我,那我就赶快跳,跳给魔鬼看,你看我不敢,我就跳。 我们说那是因为什么他对真理的认识不平衡,不全面。 今天我们必须要有综合起来,把很多的经文,在耶稣那里,他这个经文一定是综合起来的。 然后当他综合了以后,他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,哪一节圣经是最对的。 耶稣的回答就非常的对,自己跳下去,那是什么?试探神。 为什么要跳,好好的为什么要跳? 就是要试试看神是不是真的猜死者头终。 而圣经里面就清楚地说,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 所以我们说像这一类的,今天我们说在综合的里面,我们更多的比如说,如,信耶稣,得永生。 这是一个题目,大家最熟的,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,今天我们真正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,绝对不是用一节两节圣经。 我们需要用很多圣经,然后把这一个内容才能够说得清楚。 我有一科的题目,认识旧恩,就是讲到信耶稣,得永生。 但是这一科,我们说我也要用很多的圣经,然后要把它分类,一条一条的,在上课的过程中,要把它一条一条说清楚。 我们说只有这样,你把那个旧恩才能够说得比较完整,也能够说得比较平衡。 要不然的话,我们说一节圣经,往往不能够概括所有的内容。 今天我们说,你简单的来说,信耶稣,得永生。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很多的圣经综合起来分类,首先第一个,这六个字我们就按照次序来,信,你都要把它解释清楚。 什么叫信? 今天你也说信,他也说信,但是有许多的信是什么? 口头相信,嘴里说说,有的信耶稣是大医生,有的信耶稣很伟大,都是信。 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,信有一个专门的内容。 我们必须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,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,你都要把它综合起来。 然后我们说耶稣,今天这些耶稣问,人说我认识是谁? 有的说是施洗约翰,有的说是以利亚,有的说是耶利米,有的说是先知中的一位,都说耶稣。 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上也有人相信耶稣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。 有一种神学叫做解放神,他的解放不是从罪解放, 要从世界上那些受奴役的,现在就是说还是受压制的,被统治的,殖民地的那些民族, 鼓务励他们要起来,要革命,耶稣就是伟大的革命家。 那么当然我们说,他们的那一个目标要求,我们不是说错, 但是我们说这不是圣经的目的。 今天圣经里面讲到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, 然后又有问题,有的人认为他不是神的儿子,他不是神,他只是被造的。 我们说这又是一段。 但我们要讲耶稣,其实又是要讲到全辈很多的内容。 我们说得永生到底是什么意思,又是一个问题。 有些人认为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就得了一张进天国的门票了。 我现在有了这个门票了,我放心了,到了时候到天国门口, 我把门票一拿出来,瓶票入门。 但是我们都知道,今天我们是回家, 从来没有一个人回家是瓶票回家的。 你是这个家里的人,你就自然就可以回家。 这是有生命决定。 因此我们说,今天我们信为耶稣到底得永生是得什么? 得到永远的生命, 而不是得到了一张进一个永生的地方的门票。 我们说,像这些内容, 现在我这么讲一讲, 地球师妹会觉得,对啊,这里面还有好些内容。 今天我们说要把任何的信息, 讲得平衡, 讲得全面, 我们一定会要怎么样, 综合很多的经文。 其实我们上课, 这里面的这些材料, 很多都指示我怎么样, 把它综合起来。 有些人以为今天我们要上课, 要上你们不知道的, 那就要讲一些新词的, 其实不是。 我只是在这里帮大家一起来综合。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讲得蛮好的, 他说你讲的这些道理我全都懂的, 不过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比较乱, 他说给你这么一讲了以后呢, 好像他们都排队排好了。 他说, 其实我讲的这些道理就只为都知道, 只是网方大家怎么样, 排排队。 这个排排队就是什么? 就是一个综合的工作。 所以这两种方法应该说不那么容易错。 我们说第三, 推导。 推导跟演绎, 我们都知道, 刚才我已经讲了, 因为要通过联想, 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推理。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特别的谨慎。 那么在这里我是说, 推导是什么? 往往它就是通过一个我们叫逻辑, 推理。 逻辑推理是我们认识事物。 不要说我们解经, 平时我们生活中, 我们对一件事情, 对一个人在处理问题, 是我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, 常用的, 思考方法。 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是一直用的。 今天我们不需要我们去学一个什么, 推导学, 逻辑学。 你不用学, 你也会知道, 没问题, 你自己一直是在这样想。 这种常用的思考方法, 它是通过联想。 通过联想, 通过联想, 结合, 结合自己的尝试, 结合自己的尝试, 结合自己尝试和, 推断能力。 我们说每个人的推断能力不一样, 有的人特别能推断, 我们都知道, 想象力丰富, 所以更容易错。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, 尝试也不一样, 有的人尝试少, 有的人尝试就比较丰富。 就好像我们说, 看看一个人在这个树下面整棺, 有的人就以为他一定是偷, 有的人就觉得可疑, 有可能,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联想, 结合自己的尝试和推断能力, 尝试越贫乏的, 越容易推断错, 然后我们说, 得到, 新的结论。 得到新的结论, 这是, 灵异解经, 必用的方法。 所以你要说不用, 那你就无法做灵异解经,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, 这个耶路撒冷怎么跟, 这个索多玛会连起来, 这两个地方嘛, 不得嘎的, 但是我们说通过圣经, 他们连起来了, 连起来的地方在哪里, 都是罪恶滔天, 神都要惩罚毁灭,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索多玛。 为什么要叫埃及, 也是这样, 这是一个罪恶全世的地方, 黑暗全世的地方, 曾经以色列民从那里出来, 今天我们也是从罪恶的全世, 迁到爱智的国内, 而这个地方耶路撒冷, 像埃及这样, 真是一个黑暗全世的地方, 是我们要出来的,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灵异, 必然是有一个推导, 那么这个我们要根据什么, 自己的禅食, 世界上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禅食, 所以圣经的灵异, 对这个推导, 我们就要根据什么, 就不是自己的常识, 而是我们圣经的知识, 你圣经的知识越丰富, 你这个推导, 越比较内容会比较切合圣经的内容, 你圣经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, 和知识认识, 那么你这个推导都是怎么样, 乱加上去, 乱加上去往往都是出于自己的, 所以今天我们说, 我们在这一次讲, 我们说, 这个一般的思想过程, 我们在一般的思想过程中, 我们要推导一定是通过联想, 我们这个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样, 通过联想, 然后结合, 一个是结合自己的常识, 一个是结合自己的圣经的认识, 然后还有什么推断能力, 这个叫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, 今天我们在这些方面, 都能够有丰富的知识, 和智慧, 我相信今天, 我们这个推导的真理的内容, 就不但是有深刻, 而且怎么样, 是不会偏利, 那么这个呢, 就我们说, 是这个灵异解禁必用的方法, 还没完, 下面我们说, 由于使用这一方法时, 容易产生, 容易产生, 错误联想, 在前面我又想过, 推导一定要通过联想, 容易产生错误联想, 所以, 对每一步推导, 都要, 有圣经明文鉴定, 所以说你每一步的推导, 你都要用圣经的明文来鉴定, 而不是用一个比喻来鉴定, 或者说一个预言来鉴定, 这个可以说, 很多的异端, 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方法, 它经过一些推导, 就把一个错误的道理, 推导进来, 比如我们说, 我们举一个例子, 现在在这里, 我们说重生, 我们讲的是哭重生了, 这个重生是对的, 然后我们说, 必须哭, 我们说这个地方, 推导的时候, 我们马上就要问, 为什么必须哭, 圣经里面有讲, 要忧伤痛悔, 不是一定指着哭, 而指着内心, 外面的哭是可以假的, 是可以模仿的, 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要求, 圣明来了, 叫人为这位一位审判, 就大家要哭, 今天我们说, 我们绝对不是说不能哭, 也不是说没有哭, 但是必须哭, 我们说这个, 是没有一句, 而且还要哭, 而且还要哭, 三日三夜, 这我们要问, 是根据什么, 你不能说那是根据约拿, 这两个上面, 你不能就这么连, 因为它有三日三夜, 那你就得哭三日三夜, 那天我们说, 这是一个任意的, 借用了圣经的话, 因为我们说, 这样的引用, 依据不足,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, 我们写在后面, 我们说, 主的肉可吃, 主的肉可吃, 主的血可喝, 我们后面一句, 我们就省掉了, 这是圣经, 然后它就来一个推导, 吃主喝主, 可能我们中间, 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, 对于呼喊派的道理, 接触的不多, 因为后来, 这个派很多人都转到东方散变去, 当时李长寿呢, 他那一套道理, 问题是李长寿现在死掉了, 有一个时期说, 他是活嫉妒, 今天我们说, 主的肉可吃, 到吃主喝主, 我们说, 这一个并不一样, 为什么要这么说, 耶稣没有这么说, 今天我们说, 吃主喝主, 跟主的肉可吃, 我们今天吃主的肉, 喝主的血, 我们说, 就照圣经来说, 为什么要这么稍微变一下, 有的人说, 这么变一下, 问题不很大, 这个问题后来就大了, 主不小, 我大, 我们说, 这那就更加, 那是异端的本相露出来, 他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上面, 他是要通过这一步, 今天他说, 我能够把主吃下去, 喝下去了, 我不是比主大吗, 主不是比我小吗, 在当时他还是提出来, 你们敢不敢这么呼喊, 主小我大, 今天我们说, 地端什么方法都会用, 但是我们说, 光从道理上来看, 我们就知道, 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说, 主的肉可吃, 主的血可喝, 跟吃主喝主, 是并不一样, 今天我们吃猪肉,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, 我是吃猪, 我们说, 这个说法就很别扭, 他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别扭呢, 他不是不懂文学, 他是为什么, 因为通过这一步, 他可以提出这一步, 主比我小, 我比他大, 我们说, 他就是怎么样, 想尽方法, 要亵渎神, 今天我们说, 其实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, 就是要把耶稣的地位和尊严降低, 我们说, 这就是一段, 但是我们说, 如果我们在做推导的时候, 我们都很认真, 每一步的推导, 我们一定要找出, 圣经里面有没有依据, 那么我们的推导就不容易错,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, 这个另外, 我们看一个, 比如说, 在这里耶稣说的, 我们还是用那个洗澡, 洗澡, 耶稣在这里是指着信耶稣, 全身干净, 今天我们都知道,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, 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洗净, 我们比如说, 我们就找一处圣经, 哥林多前书, 第六章, 一十一节, 其实这些内容呢, 弟兄姊妹自己也都可以去找, 圣经不一定就是我所指的, 因为这些在圣经里面很多, 我只是这样举一个例子呢, 让弟兄姊妹可以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这个思想, 我们一同来念,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,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尽的灵, 并接着我们神的灵, 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, 对不对, 这样的我就是特别早一节有这个洗净了, 我们说今天我们信耶稣, 我们就是已经洗净成圣成义, 所以这个我们说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推导, 是没有错, 然后我们说洗脚, 那是指着反省脂罪, 这个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, 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, 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洗茶自己, 我们一起也看一下,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, 我们一封来念, 人应当自己洗茶, 然后吃着饼喝着杯, 我们说不仅仅是在圣餐之前, 白饼之前吃着饼喝着杯, 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应当随时都有反省, 那么今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, 每个人洗脚的次数不一样, 有的人天天洗脚, 有的人可能几天洗一次, 那么我们说南方的人可能一天洗几次的也有, 是不是啊, 那我们说这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, 但至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,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洗脚, 也就是常常反省我们的罪, 经常反省, 确实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帮助, 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讲到的推导, 那我们